连续举办了五年的苗栗国际艺术节 打出好口碑 而今年演出的阵容也更加的精彩 除了有享誉国际的美声天王罗素华生 还请来了本土的摇滚天王500和China Blue 率先摇滚 已经成军21年的500和China Blue 晚间在苗栗县立体育场 以招牌歌曲揭开演唱会的序幕 很少在媒体前发言的500 一向用音乐创作来传达他对生命 自我和社会的人文关怀 用热情和真心引领观众 投入到摇滚音乐的世界 苗栗国际艺术节27号晚间 还有美声天王罗素华生的现场演出 苗栗县政府希望借由中西音乐的交流 提升苗栗县的文化水准 也分享给更多国人 带动苗栗的观光